在武汉百不停社区附近,有一家名叫新妈司厨的小型点心店,厨师是三名自闭症孩子,店里售卖的牛肉酱、曲奇饼干、蛋黄酥等小点心均由孩子们亲手完成。 店长黄敏是23岁自闭症女孩柳柳的妈妈。 1月16日,黄敏告诉记者,她多年来走遍全国各地为孩子治病,途中结识了另外两位武汉自闭症孩子的母亲。 2018年9月,三人决定合伙为孩子开一家点心店。 三个孩子大了,想给他们找一条出路,但是孩子们关在家里肯定是不行,我们就要为孩子找一条出路,给他有一个面向社会的一个窗口。 黄敏介绍,自闭症患者被称为新兴的孩子,因此点心店以新妈司厨命名。 除柳柳之外,店里厨师还有14岁男孩志轩和17岁男孩轩轩。 他们三人主要负责典型制作和订单配送的工作。 黄敏坦言,培育自闭症孩子更需耐心,为此多次流泪,但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。 他们就不会像普通的孩子做一个事情,他会有一个持久性,但这种孩子就不行,做一下他就会被别的东西,别的事情打断。 普通的孩子可能的话交个一两遍,或者说我做一遍,他在旁边模仿一遍,他就可能就会了。 但这种孩子他估计他会要几年或者成千上万遍的我们交,他才稍微有一点点进步。 记者看到,新妈司厨的墙壁上张贴着网块清点摆放流程,洗碗流程的操作提示。 此外还专门请来两位特教老师,上午陪孩子一起打扫店内卫生,下午给他们上一对一文化课。 晚上教他们做点心。 孩子们每天也会花不少时间朗读算术题,几本写的密密麻麻的练习本都被他们翻烂了。 一开始的话他们也是什么都不会的,经过很多去训练啊,去跟他们讲啊,每天反复不停地讲,不停地讲。 然后慢慢地慢慢地他就会,就是可能一两天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,但是一个几个月下来就发现,其实他还是会关注有少量的吸收,然后极少程度,然后慢慢慢慢地他就会去改变自己一些不恰当的行为。 新妈司厨墙上显眼处还挂着一块写有蜗牛想跑的字牌。 黄敏相信,自闭生孩子像爬不快的蜗牛,但只要坚持努力,他们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。 我们的孩子虽然慢,但是我们要坚持不断地努力,我们还是会成功的。